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疫情蔓延,中国各地恢复阻断措施 第二个是香港著名歌手黄耀明被捕 我们要讲一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很严重 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我回应一下关于推特上面的一件事情 昨天晚上有人在推特上发了一段 发了一段这个 张文宏的视频,那段视频其实流传了很长时间 我就回了一句胡扯 胡扯之后呢,然后就有很多 很多人来找我讨论,不同我的意见 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这个情况有点不对,因为 怎么说呢,因为有 你想一下我评论的人挺多的 骂的人也挺多的,但是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人 跑来 跑得来这个 这个为张文宏讲话,我就把那些为张文宏讲话的拉黑了 拉黑后来呢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场景就是 不断的还是有人跑得来讲,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同 不同寻常 张文宏其实讲了一些话,讲了一些什么话,关于疫苗 其实关于疫苗这件事情 在国内呢有很多 不正常的陈述,当然原因是因为 中共的一些宣传,洗脑宣传 张文宏其实,然后就有人来骂张文宏的 也有人来为张文宏托底的,各种都有 到后来我就 我今天上午就回了一个,今天上午在准备节目之前我就回了一个网友 他在 说我张文宏人品怎么怎么样 我就回了一段话,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老实讲呢,我们对这些公众人物的人品 我们没办法看得很清楚,因为我接触不到他 我们只能接触一个公众人物的公众形象 那到底这个人的人品是怎样,我们是不知道,所以我从来不去评判 评判 评判这个人的个人人品怎么样,我不评判,我只评判 他到底讲的话是什么 我只是就事论事,你讲了一段什么话 我就就着这个话,我不管你是谁 我不管你是谁 你这个人人品有多么好,你讲了混账话,我一样是批评 我一样是批判 就是我其实说了一段这样的话 张文宏呢,其实我经常引用他的一些理论或者是看法,因为他是一个流行病学的专家 那么他的一些意见我经常采用,或者甚至他的一些观点我都持续的在用,因为 我们了解流行病学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 武汉疫情到现在整个的过程 从 从 从武汉疫情到现在为止,我认为 国内的专家有两个,我们用的比较多,我用的比较多,一个姓张叫张文宏,另外一个姓管 叫管义 这两个专家,我自己用的是最多的,引用的最多 我也觉得他们 的一些看法很有道理 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 批评那个视频 所以 我的原则还是那句话,我不管你是谁 就是论事,你这段话说得对 你就算是 钟南山 这样的垃圾 我也会用 有价值我都会用,这就是我的原则 钟南山你 他讲的话 垃圾 狗屁,我就说垃圾狗屁 张文宏讲的话有道理,我就接受,我就引用 他说的是垃圾 狗屁,胡扯 我一样是批评 这就是我的基本原则 所以我不会,我当然我,我已经不会在推特上面 跟 跟一些网友吵架了,我已经不吵架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觉得不合适,我就拉黑,拉黑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来往 就这个意思 我也不是枪毙你 就这个意思 所以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 关于疫情,关于疫苗,中国有太多的这些宣传和 意图不良的陈述 那么我们要小心的去判断 而且要用常识,而不是根据 这个是好人,所以他是对的,这个是坏人,所以他是错的 不能这样子评判 那先讲,讲我们今天的重点其实是讲疫情 那么 截止8月1号24点,就是12点 全国有将近一半的省发现了发生了新的疫情 那么包括江苏,北京,辽宁,安徽,山东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重庆 四川,福建,宁夏,旅南,15个省 那么其中有12个省的病例 的传播链条已经确认 和南京的疫情有关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张文宏在上个星期曾经做过一个分析 他说现在的这个,这一轮爆发的疫情呢 上个星期讲的就是一到两周很关键 什么叫关键呢,就是说 如果 新出现的案例 呈现出来的情况 都和南京的这次爆发,南京机场的这个国际机场的爆发有关联 那说明这个疫情还是受到控制 但是未来两周如果越来越多的病例 和南京这次爆发没有关联 间接的关联 关联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链条 传染的链条 有传染链条关系的话呢 那么这个疫情还是在控制范围 但是未来一到两周出现的案例越来越多的和这个链条没有关系的话 意味着什么 你的扩散 这个扩散是就不受控制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15个省 发生的疫情 大部分和什么 和南京这个传染链条有关 但是也有 新的 其中有三个省 他的链条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现在就是处于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疫情处于一个高度敏感的阶段 国家卫健委宣布公布的8月1号 这个新增病例55例 其中江苏40例 江苏市仍然在继续爆发 就是南京 南京是这一次 这一轮疫情的爆发点 南京40例 湖南7例 湖南是第2个爆发点 就是张家界 张家界因为它是个旅游热点 所以很多人跑到那里去 形成了一个新的爆发点 湖南7例 北京2例 湖北2例 山东1例 河南1例 海南1例 云南1例 当然卫健委他的数据 你大概乘以10或者乘以100 我都不奇怪 我都不奇怪 那么现在最新的关注点是哪里 郑州 郑州原因是什么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叫大灾之后 有大意 这是中国传统 传统智慧或者传统认知 但是这一轮的郑州的这个本土疫情呢 跟什么有关系呢 其实就跟南京的那个是没有关联 到目前为止 郑州这一轮爆发 还没有找到源头 所以郑州这个 这个河南这个疫情 没有找到和这个 和这个江苏南京的这个关联 那么 7月31号 郑州市宣布 当天有12个确诊 确诊患者 那么16个 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其中六个感染者来自和什么有关 和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有关 包括两名结合病人 还有多名医院的保洁人员 所以呢 你可以看这个 这个郑州第六人民医院的这个局部呈下 呈现这个扩散的这个 状况 那么大家用常识可以判断的很清楚 第六人民医院已经发生了院内感染 那么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是河南省的 传染病院 省级传染病院 就是每个省每个市都有一个传染病院 那么这个第六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是省传染病院 那么也是三级综合性传染病院 也是 这个新冠 境外输入病例的定点收治医院 那么这样的一个医院 它既是传染病院 还是定点收治医院 它发生了院内感染 这是不可接受的 那么当天这个7月31号 郑州市委 决定 郑州发布 就是郑州市的新闻办 的公众账号 这个发布 说这个郑州市委决定免去傅桂荣 郑州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的职务 然后就是再免去这个 马熟患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 那么就两个一起撤 一个就是卫健委的主任 另外一个就是 第六人民医院的这个书记 那么截止8月1号 河南两天 31号 8月1号 总共报告了61例 这个阳性 那么其中确诊是13例 那么无症状感染是48例 那么其中8月1号 商丘发生了1例本土病例 然后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8例 其中郑州27例 驻马店1例 这是疫情 那么这次郑州就重新 这是一个新的热点 新华社报道 7月17号以来 河南省遭受极端强降雨 特别是7月20号郑州市 遭受特大暴雨灾害 造成重大人员损失 为了深入贯彻 我们就不念了 然后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 相关部门方面参加对河南郑州 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 然后调查组聘请专家为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然后调查组将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 科学严谨 全面客观的对灾害应对过程进行调查评估 总结灾害应对经验教训 提出防灾减灾改进措施 对存在的失职 独职的行为 依法依规 予以问责追责 这段新闻很重要 为什么 这里面第1个呢 之前一直在强调 官方一直在强调什么 破纪录的灾害 5000年一遇都喊出来 各种 其实就是为了强调 这是一件天灾 天灾造成的后果 那么现在你看 这个新闻其实讲 讲的是什么 就是天灾是有的 但是还也有人祸 这个调子已经开始变了 这是第1个 第2个 那么这里面有一段话 这段话讲这个依法依规啊 实事求是啊 科学严谨啊 全面客观啊 这几个用词说明什么 说明他是两股力量的斗争的结果 你看一下以前的那些新闻稿 从来没有一条新闻稿里面 说这个调查组 要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科学严谨 全面客观 没有 派调查组去是为什么 是处理问题 调查问题的 你肯定是有了问题 你才去调查 你没问题调查啥 他这里面有没有讲问题 没讲问题 没讲问题 他说如果对存在这个行为 问责追责 他并没有讲 郑州 郑州市或者河南省 在这件事情上出了严重的状况 派调查组去 不是这样 他并没有讲他有问题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个调查组派的去 是有人 强力在推动的事情 然后还有人在强力阻止这件事情 才会 有一段这样的话 这个话呢 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是一个 这两股力量最后平衡 说你派人去 行吗 行 但是你不能说他有问题 你还没查呢 你不能说有问题 就有人在 在互犊子 然后有人在 给他 找问题 这你可以看到 这件事情 你通过这个调查组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件灾害 而且你可以看 这么大的灾情 这么大的灾情 死了这么多人 有没有处分一个人 一个多人没处分 到目前为止没有处分 因为调查组还没去 但是你看疫情 一天 这个卫健委的主人撤掉 这个第六人民院的书记撤掉了 动作快吗 非常快 为什么那么快 先把盔甲穿起来 先把盔甲穿起来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 疫情也好 灾情也好 肯定是 牵动了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习肯定是面对压力 否则 这个 调查组 派不出去 派不出去 调查组 如果这个调查组没派出去 说明习还是 还是能控制住这局面 那么现在调查组出来了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局面 有点控制不大住 这就是一个情况 这是第1个 关于郑州 湖北荆州 湖北荆州火车站的传染链又形成了 那么去 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呢 是去22号 江苏 淮安市 淮安市有个企业组织了67名员工去张家界旅游 67很多人 那么他是一个团 一个团 团进团出 这个团发现了7个 这个阳性 阳性感染者 他是7月27号 中午1点 从张家界 张家界回来 7月27号回到 回到京州火车站 然后 1点钟到 4点钟走 坐D3078 到了安徽的合肥南站 那么然后这个 这个旅游团 有两 就发现了7名感染者 那么其中 其中 两名感染者 他的配偶 也验出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传染链就往外传了 那么到27号的 整个的和这个荆州火车站 他这个团应该是在张家界 感染了 到了荆州火车站 大家想一下火车站多少人 然后再传染出去 传染多少人 19人 这个爆发点又开始出现 然后到了到了昨天 武汉 武汉就出现了7例 阳性 那么就是感染者 这是去年6月 去年6月武汉是清零 武汉清零 强力阻隔之后 武汉就清零 那么第1次出现了7个 8月1号晚上 这个 武汉经开区经济开发区对这个 对这个淮安旅行团就是我刚才说的旅行团 那个助流人员排查发现什么呢 发现 顿口街 一个这个外来务工人员就是民工 唐某 在 在荆州高铁后车 后车的时候和他们有交集 他 和他6个密切接触者 核酸检测阳性 这已经传播出去了 就武汉开始有了 武汉开始有了 所以 大家可以看这一轮疫情的爆发点 原点在哪 原点在南京 南京路口国际机场 南京路口国际机场引发的另外一个爆发点是湖南张家界 湖南张家界因为是旅游热点 然后新增加的爆发点 一个是郑州 一个是荷南郑州 湖北荆州 春春兰29号到8月1号 去了南京 南京就是新爆发原点 然后说是调查疫情防控 拼取江苏省 南京市 和前方工作组的情况汇报 然后就是 这个南京市疫情发生在 因为发生在机场 人员流动大 又正好是暑假 造成了这个扩散 这个孙春兰就说 说要对机场 及周边人员转移集中隔离 那么开展这个中末消毒 防止这个病毒再传播 然后运用信息化提高流调效率 运转过程及时收集情况 确保24小时完成流调 然后加强核酸检测 突出 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 具体的说 孙春兰当时在会上就要求 机场 和路口 高风险区域2万多人 全部集中隔离 孙春兰提要求 南京方面就说 我们现在只有7000多个房 我们现在市委市政府能控制的房间 只有7000多个 7000多个房间 如果隔离2万多人好像隔离不了 孙春兰就 发火 那就找能够 那就让那些能够找到隔离点 隔离点 找到这个2万人隔离点的人 去做这个工作 言下之意 如果你连隔离的房间都找不到 那你就不要干了 结果怎么样 路口机场昨天晚上开始 连夜隔离 连夜隔离 然后孙春来决定向湖南 湖南就当然是指的张家界 河南 就是指的是郑州 派工作点 派出工作组 卫健委要向湖南跟河南派工作组 他说这个外防输入是疫情防控中的重中之柱 一刻不能放松 然后要执行相关政策 各地要建立起常态化的防控 和应急处置的转换机制 及时激活指挥体系 加强监测预警 严格报告制度 然后就是加快这个区域的协查 这个统筹公安公信公卫力量 优化数据算法提高推送信息的准确度 督出相关地方尽快核查到位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的情况就是江苏这边 江苏扬州 扬州是一个新的 就是破口 那么扬州的这个情况就是棋牌室 棋牌室大家在那棋牌室 打牌打麻将 打牌 然后出现了这个传播 中间发生了有 案例 然后就传播 目前扬州已经基本上处于封城的状态 然后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检测 江苏省的省长 就说这个疫情严峻 扬州的疫情发生的早 但发现的比较晚 到目前还没有见底 这个省长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市长有问题 市长有问题那么 扬州市人大常委会8月2号决定 接受张宝娟辞去扬州市长的职务 任命王靖建为扬州市 副市长然后代理市长 王靖建是江苏常州人 那么深耕在无锡深耕 那么一直在无锡工作到了2020年去了无锡做 做了无锡市长 副市长后来去了江英当市委书记 那么扬州的原来的书记就调到哪里去了调到南京当代市长 那么卫健委最新的公布的情况就是昨天是新增98个例 98个病例 55中本土 那么 然后就是目前8月1号截止8月1号 全国共有31个省 发出紧急通告 那就是全国了 各个省 要求居民 两种 两种情况 第1个 非必要不出省 不离市 不出省不离市 或者减少出省出市 严格控制人员出入 就是本地的人 你没必要的事情你就不要 不要出省了 最好是不要离开城市 本地 那么现在包括哪些呢 包括北京 天津 南京 扬州 张家界 诸州 郑州 厦门 广东 那么现在就是各个地方就开始进行什么 交通管制 交通管制叫什么 中国的防控啊 中国的防控是这样 中国的防控就是两个主要手段 一个手段叫阻断 一个手段叫封停 阻断是什么 阻断就是人员往来阻断 人员往来阻断 他分各个层次 本省 本地 本地的城市就是小区 小区进出 叫人员阻断 就是你不能到我这里来 我也 我也不能到你那里去 这是阻断 然后市 区 区域进行阻断 就这个片区 不让进 这个片区人不能出去 这是一个这个片区 然后就是城市 城市跟城市之间 你这个市不要到我这里来 我这个市不到你那里去 然后就是各个省 所以这就是阻断 阻断是一个 从流行病学来说 阻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目前中国的主要的 控制就是阻断 这是第1个 因为 病毒是 人是病毒的载体 那么只要我不跑到你那里去 病毒理论上就跑不过去 他就用阻断的方式 把病毒控制在一个 疫情控制在范围之内 这是一个 第2个就是封停 什么叫封停 封停就是讲两个层次 第1个层次就是居民 居民不出门 不出家 把你家封起来 叫封停 停是讲的什么 讲的公共场合 所有的公共场合全部停止 把居民封在家里 所以基本上中国是用这两个手段来控制疫情 所有的 所有的技术手段 都是为这两个措施做服务 包括健康码 包括其他的这些手段 都是为了 封停 阻断服务的 那么你也可以反过来讲 你去观察 全中国 封停措施越厉害 或者阻断措施越严格的地方 疫情越严重 所以我这是可以 互相印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疫情很严重 人数飙升 他一定会采取 封停的阻断措施 这个一定是会发生的 因为现在目前中国 从去年到现在 中国对这个疫情的防控的这种管理 他已经相对比较成熟 而且各个手段已经基本上是模式化 就模块化 这件事情到这里来 那这件事情该做什么事 一二三 都是已经模块化了 比如说 发现新的案例 马上进行核酸检测 马上进行核酸检测 而且全员核酸检测 他已经变成一个 这是模块化的这种措施了 那我们看看封停 怎么封停法 先说北京 北京是另外一个潜在的热点 28号到29号 北京发生了两例 其实是一家三口 两口子带个孩子 孩子们到目前为止没有感染 是两口子感染了 去了张家界 所以北京这个是张家界关联的 然后到了8月1号 房山区新增加三个 感染者 也是来自同一个家庭 也是去了张家界 所以张家界是一个旅游乐点 他产生的这个情况 那么总共现在是多少 四个 然后呢 现在北京采取的措施就是 强化进京通道管理 那么铁路民航公路 就这三个 那么严格查验 控制高风险区域的人进京 然后对这个出现病例的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 你的地方有人出现病例了 不让你来 然后暂停进京的航班 列车 客车航班 就是所有发生病例的地方 你那个到北京去的这个 航班 火车列车 和长途客车 全部停掉 但这个好像没有完全执行到位 今天还没有执行到位 这是第1个 第2个 北京对海淀区的六个小区实行封闭 我印象中好像是4万多人 只进不出 只能进 不能出 不能出来 那么要求在北京的党政机关 党政机关人员和国企人员 原则上 不得去中高风险地区的人 然后这个市民近期不要离开北京旅游 不要去国内外中高风险所在地 非必要 不要离开北京或者是出境 这是一个北京 南京 南京市从7月21号开始 要求 所有的旅客要离开南京 48小时 核酸检测 才能去进站 火车站 然后国际机场 南京国际机场 全部停运 那么7月27号开始 9个长途客运站 和旅游包车服务全部停下来 就基本上就 封闭所有的通道了 那么扬州 就刚才讲扬州厕市长 扬州7月31号升级这个交通管制 48小时核酸检测 才可以去机场 离开 那么 主城区 公交 出租 网约车 顺风车 全部停下来 那么周边20个高速公路的入口全部封住 然后这个 汽车站 渡口 国际港口 全部关闭 扬州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处于 处于封停的状态 张家界 7月30号开始 所有经过张家界国际机场 叫荷花国际机场 这个张家界站 铁路张家界站 张家界西站 商职站 磁力站和张家界中心汽车站 那然后就是两区两县的汽车站离开人员 要72小时三次 扬州检测证明才能够进站 你连续三次 72小时连续三次 扬州检测 都是阴性 才能进站 这是张家界 诸州 湘潭 7月31号开始 离开的人要24小时核酸检测 8月1号湘潭站 道站的旅客 3592人 现在是旅游旺季 客流量已经下降了7成 第6 就是郑州 郑州是7月31号 宣布 非必要不离症 就是非必要人员不离症 确保这个48小时核酸检测 涉及的是郑州站 郑州东站 新郑机场 那么 中山也开始要求离开中山要48小时核酸检测 和健康码 上海浦东 上海浦东机场 货运区 有一名这个外行的 货机服务人员核酸检测阳性 然后现在就开始这个 火车站 机场 要健康码 绿码才能够通行 然后进行人员管制 国家移民局提出来说非必要 非紧急事由站不签发普通护照 那么今年上半年 今年上半年这个全国口岸累计办理 内地居民出境证件122万本 办理赴港澳台签注317 万人次 那么为这个在华外国人签发停留 居留证件38万人次 那么全国签发 普通护照 就不是公务护照 普通护照 33.5万本 那么主要是留学和商务 签发量是2019年同期的2% 2% 移民局说 非必要非紧急出境市由反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申请人没有紧急必要的市由 建议取消或者是推迟出国出境计划 但是具体要求是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 对附近外的留学就业商务 经过核实 可以办理 但是尤其是这个复工复产 优先办理 不过呢 如果其他的那就就不办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大体上是这样 疫情这块目前 基本上是情况就是这样 一个是阻断 一个是封停 封停现在是重点人群封停 不是全区性的封停 全区性的封停是广州 广州今年的 广州的疫情比较严重那一次 这次跟上一次不同 这是南京的这个 南京 路口机场的这个爆发呢 他因为是在交通枢纽 然后他发现之后 他把它封闭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发生之后是 这个全国各地砍化 广州那一次呢 是闷在广州里头 闷在广州里面 然后疫情就在广州市区爆发 然后广州呢 他的做法就是把特定的区域 全部封停 然后通过一个时间 我们通常讲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 然后再加一个星期 基本上两到三个星期 如果没有新增的案例 这件事情就基本上能够封停 所以这里面说明两点 第一点 中国仍然沿用 2003年非典时期的 传染病的防治策略 就是封停阻断 这个没有改变 其实 从2003年到这个 到去年 到现在 中国没有出现过任何改变 唯一改变的是什么 唯一改变的就是 健康码 健康码是去年开始用 那么今年开始用 健康码的作用就是对流行病 调查 我们叫流调 有帮助 有帮助 当他流到 针对流行病调查 采取的封停措施 能提高他的效率 因为他不需要 他可以 确认 这个封停的范围相对会减少很多 那原来不是 原来就是发现了两个病例 直接整个城市封掉 现在他只封关联的这个区域 其他没有关联的 他就不封 所以基本上 效率是提高了 但是方法是一样 没有进步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其他国家是靠什么 靠疫苗 那中国现在不靠疫苗 为什么 疫苗无效 虽然现在他开始吹牛 说这个 说什么呢 说这个 讲这个打第三针的科兴 现在有个说法的打第三针科兴 打第三针科兴 有没有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 第1针第2针都没有效果 第3针会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这个 香港的著名的歌手 黄耀明被捕 香港联政公署 8月2号宣布 拘捕起诉 歌手黄耀明和前立法委员 这个欧诺轩 那么说他们两个人向他人提供娱乐诱使投票 那么黄耀明已经保释 8月5号在这个东区裁判法院 这个应诉 那么另外就是欧若轩 在这个新闻稿是这么说 联政公署的新闻稿这么说 说欧若轩在这个社交平台专业 发多则贴文宣布这个3月3号傍晚 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办 两个小时的集会 这是宣布黄耀明在集会上表演 然后集会的时候呢 黄耀明在台上唱了两首歌 然后他发现欧若轩的社交平台通常讲的Facebook 3月4号分享集会的视频 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 简单的说他的理由就是 这个讲他这个诱使别人去投票 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觉得很重大 因为 显然 这是一个政治审判 这个政治审判呢用的是一个什么呢?用的是一个刑事罪 在中国有没有政治犯?中国没有政治犯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政治罪名 中国已经取消了反革命罪 反革命罪是政治罪名 中国已经取消了 所以实际上在中国所有的政治犯 用的都是什么? 刑事罪名 就是 他抓的是政治 他认为对方是他的政治敌人 于是就用刑事罪名把他抓起来 审判用刑事罪名判他 所以 在中国没有政治犯 但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的政治犯 这件事情 黄耀明和欧诺轩 被抓 反映什么? 中共在香港 也用同样的办法 来对付 香港 他认为他是政治敌人的人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影响 好吧 那我们今天我们就 我们就不再 我今天就有一些事情 我必须去办理 所以我没有办法进行互动了 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面互动呢 我会今天晚上我会把今天 大家在互动环节提出来的问题 我晚上会回应 好吗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咱们 Khó Z 君和我喜欢的学问 还会员 支持你 词